雲林咖啡公格戰線 我們一百公司開始推動雲流山林的計畫 其實就是結合到我們的實意 結合到我們的這個地方特殊的三頁 希望可以和我們的觀光結合在一起 那推動到今年可以說是進入到最後的一年 我們這個過程都順利 各方各位都順利可以完成 今天這個過程就是我們的咖啡的一個特輯 我們和石通信集團大家來合作 我們也說透過這個連結 就是把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能夠結合在一起 生產者跟消費者他們之間不只是一個 生能的一個買賣交易的關係 而是一種同心共享的關係 每一個過程裡面 都有我們的農民、經營者 非常好付出他們的心力 每一個過程呢 都有一段故事呢 是值得大家共同來分享的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感覺說會讓我們的產品 更加有性命力就對了 這我們對推動本地的這個農地產品 一定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所以說今天我們也非常感謝 所有的咖啡業者 大家共同來參與這個盛會 我們要利用這麼一個機會 跟所有的消費者來介紹 我們分林館的咖啡 是台灣咖啡的環境 我們的品質 已經是世界級的品質 我們大家 都可以用實際的行動 來支持分林館的農民 來支持我們的咖啡 雲林古坑的咖啡 種植面積約在50幾公頃 那在這幾年裡面呢 我們的咖啡業者 也搭配了全國有名的烘焙師 那也漸漸的把骨坑的咖啡的一個品牌 重新來做一個塑造了 我們骨坑咖啡 它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那我們從我們的原產地到我們的咖啡杯 裡面的這個溫度 我想每個喝過骨坑咖啡的 喜歡咖啡的好朋友們 一定不會忘記骨坑咖啡的味道